尹芙蓉为三个男人做介绍的时候,王忠诚看出他神色异常,哪儿不对头,又一时说不清。 刚听芙蓉说,王忠诚刚开口,尹芙蓉用力咳嗽一声,哦,听尹经理说,你们是老乡?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。 刘坤大咧咧地翘起二郎腿,眼睛捏斜着尹芙蓉,岂止老乡啊。 我很忙,大家还是闲言少叙。 尹芙蓉冷着脸打断刘坤。 王经理在建筑口干了十几年施工队长,经验能力没得说,刘老板虽出来乍到也不算新手。 曾是我们老家房地产界大亨级人物,现在正急于寻找合作项目。 钱在他不是问题,碰巧了,王经理手上刚好有个不大不小的活,所缺的恰恰是资金。 把你们传到一块儿,正好可以发挥各自优势,互惠互补,争取做成这一单。 接着,出示一份合作草案,其中特别强调,前提是以劳福公司经营办为主。 尹芙蓉是项目发包人,刘坤为仓股投资方,王忠诚是承包建筑商。 草案分别传到刘坤和王忠诚手上,大家默不作声地各自盘算起来。 刘老板,尹芙蓉催促起来,高经理代为回答,意向没问题,条件已合理,我们认为可行性很大。 王经理的意思呢? 王忠诚也表了态,只委婉提出需要专门找时间磋商一下。 尹芙蓉当下建议他们回去各自宠拟一个方案,再拿到一起寻找共同点。 非原则性问题都让让步,并要求三天后拿到他这里汇总,敲定最终的合同文本。 三天? 太仓促了吧。 刘坤心存疑虑地提出疑议。 你不是着急吗? 尹芙蓉带着挖苦的口吻。 不信你可以问王经理,甲方定的工期迫在眉睫了。 刘坤和高经理告辞,王忠诚还赖着不走。 看得出,你和这位刘老板关系不一般呐。 王忠诚善笑着,他看你的眼神告诉我, 你们不仅仅是老乡,都是红石镇凉酷混出来的。 尹芙蓉忍无可忍,抓起桌上的一只笔筒砸过去,吓得王忠诚,抱头鼠窜。 老康在罗正民的铁卷柜里,兴致勃勃地翻找着, 心情类似一个喜欢冒险的孩子,发现了宝藏。 铁卷柜里以书为主, 法律、文学、经济、政治,方方面面都有, 还有一些读书笔记、发表文章的简报等。 这些不足以证明什么。 意外地发现在铁卷柜下面的一个小抽屉里, 首先是一件粗布红格上衣, 布料、样式看起来有年头了。 老康想不明白,罗正民藏宝式地留存着一件女人衣服的意义所在。 另一样东西是只信封, 口封着,里面装着东西, 信封落款式, 红色印刷体, 朝阳区刑事警察大队间, 这倒没什么, 蹊跷之处在于上面豁然写着尹芙蓉的名字。 刑警大队, 尹芙蓉, 罗正民。 老康无论如何想不明白, 这几个人名和单位是怎样集合到这只信封上的, 正当他犹豫着是否技术性地弄开信封的时候, 有人用钥匙打开繁锁的门进来了。 你在干什么? 罗正民的声音里有一股很情绪化的回响, 朕的老康直哆嗦, 手上的红格衣服都掉了。 这,这, 正民, 你, 你, 你怎么, 你, 你, 又来了? 极度窘迫中, 老康忽然想起, 罗正民昨天是请了假的, 说是去给儿子开家长会。 你先回答我。 罗正民嗡声嗡气道, 很逼真地愤怒着。 老康当然不知道, 这是罗正民给他使的空城计。 老康结结巴巴说, 集团那边让各级层单位搞一份挡件工作汇报, 他记得罗正民去年执笔过一份, 想照葫芦画瓢省点事, 可惜哪儿都没找着, 一着急, 便把罗正民的铁券柜打开了, 理由无懈可击, 只是他的表达不够流利。 不对吧, 去年的材料资料室装丁成册了, 那儿肯定有。 罗正民仍气羞羞地说, 哎哟, 瞧我这记性, 把这茬给忘了, 这扯不扯。 老康一拍脑子, 立刻站出毁相来, 周明, 真对不住, 你看, 少啥美。 说着, 老康连忙拎起地上的红格衣服递过去, 不料这一拎, 衣服中间夹着一张字条, 又掉到地上。 老康看见字条两指宽, 已经发黄, 上面隐约有字, 没等地看清, 罗正民把字条剪了去。 你怎么弄开的? 罗正民边收拾, 边瞟着顶头上死, 老康抹着头上的汗, 说行政科有备用钥匙, 以防万一。 天地良心, 我往你家打过电话, 寻思告诉一声, 可惜没人接。 正民, 我帮你收拾吧。 罗正民不理他, 故意把书籍重重地放回铁卷柜, 弄出声响, 全然不顾老康在旁边心惊肉跳。 收拾完, 罗正民坐下来喝老康亲自沏的茶水, 稀溜稀溜地喝着, 也不说话, 就是看着他。 正民, 这, 这个, 你不放回去了。 又一顿道歉之后, 老康小心翼翼地指着罗正民手上那只印有刑警队字样的信封, 罗正民见闻把信封举到老康面前。 你对这个感兴趣? 康主任黑笑着回答, 他只是有点好奇, 因为上面写有尹芙蓉的名字。 想知道里面是什么? 借我个胆也不敢, 你知道? 罗正民认真地告诉老康, 一旦看见里面的货色, 会有人把他眼珠子抠出去。 从办公室的窗子上, 看见罗正民骑自行车走了。 老康一溜烟跑到经理办公室, 在那儿恶要描述了他的发现和被发现, 很受委屈的样子。 接着老康发现, 那个漂亮的女人在他叙述过程中一言没发, 脸色很难看。 一星期后, 当罗正民在电话里听到尹芙蓉悦耳的声音时, 他知道自己赢了这一回合。 罗主任, 不忙的话能过来一下吗? 副经理办公室, 当然的只有尹芙蓉一个人, 先是闲聊一会儿, 在方桂荣家, 罗正民几度为他救驾, 避免了尴尬和儿女间的交往, 罗正民虚语微矣。 接着, 尹芙蓉以漫不经心的口吻, 提到那只信封, 尹经理说的是这个吗? 有备而来的罗正民不假思索地递之过去, 尹芙蓉拿起信封摆弄着, 突然反问一句, 你知道内容? 知道。 警方原始笔录。 怎么搞到的? 尹芙蓉的声音有点发虚, 罗正民淡然道, 有一次去刑警队看望老战友, 偶然听说这件事, 便强行索要了来。 怎么不草廷给我? 尹芙蓉一边细细地把信封和内容撕碎一边问, 又像是自言自语。 我无意拿这个要要挟谁? 罗正民说, 可惜尹经理没提供合适的时机, 譬如今天。 为什么? 你是我的上级, 我有义务维护眼睛里的个人和公司形象, 我向你保证, 这件事我老婆都不知道。 谢谢, 非常感谢。 尹芙蓉湿凉柔软的小手, 在握住罗正民的大手时特别用了力。 应该的。 罗正民知趣地站起来, 以后碰上类似事件, 我还会这么做, 但愿没有以后。 罗正民刚走, 尹芙蓉一口气没喘云, 王中成、刘坤和他如影随形的高经理接踵而入。 听准时啊, 尹芙蓉偏眼墙上的石英中, 小小地讽刺着。 尹经理是成人之美, 我们岂有怠慢之力。 高经理率先呈上昆仑公司的合作方案, 未尽事宜, 可以协商解决。 看过王中成的, 口径与刘坤基本一致, 尹芙蓉料想他们私下沟通过。 尹经理, 我们刘总的意思可以签约了。 尹芙蓉作为发包人, 首先在合同上签字, 意思是王中成, 轮到刘坤, 他却迟迟不肯下笔, 连王中成都觉得奇怪。 刘老板, 咱们事先可都说好了, 我已经把利益让到最底线, 你占的便宜够大了。 刘坤笑着, 咳, 咱们之间算敲死了, 我只是不明白, 尹经理的利益如何体现。 没有人比尹芙蓉更清楚刘坤的多疑症, 凡事他都要找到依据, 十几年前就这德行。 上面写着呢, 尹芙蓉说, 我们劳福公司只收工程总造价的11.35%作为管理费, 注意, 我是为共产党做事。 刘坤大笑, 透射出明显的不屑, 大家都不是外人, 我指的是尹经理的个人利益。 你知道为什么? 尹芙蓉咬着牙说, 在你面前, 我配有个人想法吗? 签不签, 给你一分钟。 这一来,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刘坤身上。 一分钟后, 他乖乖写下自己的名字, 于是双方都露出笑容, 互相放着合作愉快, 马到成功一类的贤僻。 只有尹芙蓉面无喜色, 告诉他们, 管理费上打租, 他们这里开出发票合同, 才算正式生效。 刘坤说他该交的那一部分, 明天即可到账。 高经理, 一会儿回去, 就把钱准备好, 明天拿到收据, 我再香个里拉摆一桌, 希望各位闪光。 尹芙蓉立刻回绝, 谢了, 我没空。 要是我带去你想要的东西呢? 刘坤凑到尹芙蓉耳边说。 在约定时间, 来到香个里拉, 尹芙蓉看到包房里, 巨大的餐桌上, 已经摆好十几道美味佳肴, 人却只有刘坤一个。 看尹芙蓉置在门口, 刘坤招呼他过来坐。 别人呢? 高经理陪王中成开房按摩去了, 对他来说, 干那个, 比吃吃喝喝更有吸引力。 就你和我? 尹芙蓉忐忑地坐在刘坤对面? 这样说话方便, 不管怎么说, 咱们是老相识啊。 你还是要不要选择啊。 你不是老相识啊。 你不是老相识。 你是不是老相识啊? 你不是老相识啊! 你是老相识啊? 你不老相识啊! 我来说!